国语0比3不敌韩国收获亚运会女团银牌 虽然三场比赛全说 而且没有任何一位选手赢下哪怕一局 但陈宇飞肯定会自责 因为她是打头阵的选手 她再一次输给了安喜盈 惠子认为毁掉了全队的士气 实际上陈宇飞不用太自责 因为现在宇潭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打不过安喜盈了 这样发展下去 安喜盈将坐稳宇潭新一姐的位置 让人心疼陈宇飞在场边长时间听教练说教 但是她听进去了多少呢 自己换了无数种方式 但距离安喜盈的差距竟然还在被拉开 今年的陈宇飞 已经有被安喜盈彻底压制的趋势了 不得不说说国语的教练组了 如果真的只是陈宇飞打不过安喜盈 那么还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原因 但是其他选手也全败 一局都拿不到 这不需要总结嘛 陈宇飞从来不找伤病 体力等原因 那我们也不说 祝福她健康完赛 期待在女单赛场再想想其他办法